为了提升居民绿人的生活品质 林口区公所也在大马路还有公园里面栽种许多的植物 不过为了让这些树木能够存活下来 区公所还特别选择了适当的地点放置了这些湿度计 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林口区内美化及绿化地方 无论在大马路上和公园内都植栽了许多树木 未能有效的照料及让这些树木能够存活良好 日前公所在几个适当地点放置了湿度计 让维护植栽的同仁透过湿度计就能了解土壤状况 并且依土壤的干湿状况给予适当的浇水和灌溉 为了要让我们这些植栽能够存活的非常的良好 在今年的11月份我们公所在公园内部比较适当的地点 我们设置了土壤的湿度计 那设置这个湿度计的一个用意是为了要让这个 就是说我们的维护的一个同仁呢 能够了解到这一个地点的一个土壤湿度的状况 如果说太干的时候呢 能够就是说适时的去浇水 让这些植物可以生长的更良好 那这设置的位置呢 目前就是在四大公园 以及我们的文化一路的行道树的一个岛头 那这个是一个示范的一个计划 那如果说未来成效良好的话呢 我们会推广到整个林口区来设置 这项创举不仅能有效的照料这些植栽 更能精准的依土壤状况给予灌溉 除了大大的减轻人力上的不足 同时也增加植栽的存活率 公所表示目前先在区内四大公园内测试 未来将会推展到所有的公园 及种植行道树的分隔岛上 永迦乐记者林口采访报道